同学们好,今天我们讲解第13章金融工具的西题 首先看第一大部分,单项选择题,第一道题 甲公司对其购入债券的业务管理模式是以收取合同现金流量为目标 该债券的合同条款规定,在特定日期产生的现金流量 仅仅为对本金和未偿还本金金额为基础的利息的支付 不考虑其他因素,甲公司应将该债券投资分类为什么 这其实是靠金融资产的具体的分类 首先已经告诉我们,业务管理模式是收取合同现金流量为目标 同时根据合同条款可以看出,仅仅对本金和利息的支付 也就是我们在基础班科技里面所讲到的本金加利息的合同现金流量特征 一方面,业务管理模式是收取合同现金流量 另一方面,它的特征是本金加利息 所以是非常典型的以汤语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 答案是A选项 业务模式很明确和收取 我只是收取合同现金流量 同时有本金加利息 具有本金加利息的合同现金流量特征 两条件同时满足了 所以答案是A选项 这个题难度不大 下一题 2022年7月1号 假公司为锁定外币借款的浮动汇率变道 所产生的资金分威 支付了银行存还1000万元 购买了无本金交割的远期外汇的契约 并直接指定为交易性金融负债 为此发生了交易费用10万元 不考虑其他因素 假公司支付的交易费用应确认为什么 从题目表面上看 这题目特别抽象 我们不熟悉 但实际上它考的是什么呢 那就是企业承担交易性金融负债时 所发生的交易费用 进入哪个科目 无论是交易性金融资产 还是交易性金融负债 在发生的交易费用 都应当进入投资收益 所以我们这道题的答案是B选项 也就是说这道题看起来挺复杂的 好像我们挺陌生的不熟悉 实际上考的知识点是比较简单的 那就是进入投资收益 答案是B选项 下一题 下列各项交易产生的费用中 不应当进入相关资产成本或负债 初始确认金额的事 也就是说下列发生的费用 不计到资产成本里面去 或者说不计到负债的 初始确认金额里面去 是谁呢 A以支付现金的方式 取得对合营企业的长期股权投资时 发生的相关交易费用 A选项 发生的相关交易费用 应当进入长期股权投资的初始确认金额 B取得分类为以公允价值计量 且其变段进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产时 发生的相关交易费用 也应当进入该项金融资产的成本 所以B也不是答案 他问的不应当进入资产成本或负债的初始确认金额 C发行以公允价值计量 且其变段进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费债时 发生的相关交易费用 这个金融费债实际上就是刚才提到的 交易性金融费债 它所发生的相关交易费用 应当进入投资收益 不应当进入相关资产成本或负债 初始确认金额 所以答案是C选项 再看D 发行的以汤鱼成本计量的公司债券时 发生的相关交易费用 这个交易费用应当进入应付债券的初始确认金额 所以答案是C 这道题其实反过来考个多选 因进入相关资产成本或负债初始确认金额的有 那么难度就大一些了 总而言之 无论是单选还是多选 我们必须要掌握的扎实一些 每个问题我们都能清楚 真正理解它 所以我们这道题单选是C 下一题 2022年1月1号 假公司从二级市场购入乙公司 分期复期到期还本的债券12万张 以银行存还支付价款1050万元 另支付交易费用12万元 另 那就另外再加上12万 我们总共花了多少钱 1062 1050加上12 总共花了多少钱 1062 该债券系乙公司于2021年1月1号发行 每张债券面值为100元 期限为三年 票面连利率为5% 每年年末支付单年度利息 假公司根据其管理该债券的业务模式 和该债券的合同现金流量特征 将其分类为以汤鱼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 已经明确告诉我们是汤鱼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 也就是说这个金融资产提到什么科目 债券投资 不考虑其他因素 假公司持有乙公司债券 至到期时累计应确认的投资收益是多少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假公司购买了这个债券 这种到期了 我累计确认了多少投资收益 这个题呢 有点难度 其实我在编这道题的时候就在想 这是个奥数题 脑筋急转弯 为什么这样说呢 要算投资收益 一定要知道有一个条件 叫实际利率 但是这道题并没有告诉我们实际利率 那我们怎么来算 下面我们直接给大家讲一下方法 其实还是我们对企业购买的债券 溢价呀 或者折价的情况下 分别怎么样进行具体的核算 要熟悉 当企业折价购入该债券时 大家看一下是不是折价 这个价款是1050 每张面值是1100 12万张面值 那其实就是1200万 1200万 面值1200万 我们花的钱是1050 1050 所以它实际上是个折价 既然是折价购买债券投资 每一期确认的利息收入 也就是投资收益 应当等于什么呢 等于当期的应收利息 加上本期的利息调整的摊销的经验 这个公式是怎么来的 其实可以通过写分录的 因为你是折价去购买的 比如借银借债权投资 成本上面值1200 贷房贷银行存款 贷银行存款是1050加上12 1062 然后差额进入利息调整 说明利息调整本来是在贷房 那么贪销再来给翻一下 贪销一定是在借房 是不是 贪销在借房 那么贪销的时候分路又是什么呢 大家可以把这个道题的分路写一写的 贪销的时候分路是借应收利息 贷投资收益 利息调整明希科目在借房还是贷房 借房 比如我这就写了一下 当我们取得时 借债权投资成本安面值 贷银行存款1062 贷债权投资利息调整138 这是折价的 折价购买的 那么期末继续利息摊销时 借应收利息60 面值1200 乘以漂面利率5% 漂面利率5%在这 并没有告诉我实际利率 如果这道题告诉我实际利率 那太简单了 那就是期出汤云成本 期出汤云成本1062 乘以实际利率就可以了 算出本期的投资收益 然后我再把下一年的投资收益算出来 那么投资收益累积的投资收益题目 问累积的投资收益是多少 那我就求得出来 问题是并没有告诉我实际利率 那么首先我请大家注意一下 这个分路的关系清楚吗 借应收利息 贷投资收益 我先不管这个数字啥意思 我XYX这个事你先别管啊 利息调整在借房项上 至少你从这个借贷分路里面 可以看出一个关系 那就是投资收益 贷房的投资收益 等于借房这两个相加 是不是 也就是说每一期的利息收入 也就是投资收益 等于应收利息 加上当期的摊销数 那既然是这样 那么累积的投资收益是多少呢 请大家注意一下 这道题 我们有的同学在做的时候 会碰到两个问题 第一个 你找半天找不着 实际利率 不知道怎么做 没辙了 第二个 你有个粗心的地方 那就是表面上看 这个债券是三年期的 实际上人家买的手 就已经过了一年了 为什么你在做的时候 你容易做错 做成三年的呢 那就是你犯了经验主义错误 你每一次做题 一般做的题目都是 二二年一月一号发行的 就今天 今天买的是今天发行的 但人家假公司是从二级市场去买的 这个债券其实去年就已经发行过一年了 这是一个坑 你没有注意到 不审题 一定要仔细 我们在这个阶段 有一个问题 那就是 原先我们在基础班课程里面 是不会做 要翻书 现在去第二个阶段 习题班阶段了 我们第一轮 甚至有的同学 第二轮都已经学完了 这个阶段 我们应该是个提高阶段 不是不会的问题 不会是第一阶段的问题 现在我们是会 但是我们做错了 因为有些条件 没有仔细看 主要是因为还不扎实 所以目前我们在习题班这个阶段 是个第二阶段 提高的一个阶段 在会的基础上 我们要注意审题了 我刚才说了 为什么我就没有注意到呢 还是不扎实 所以这一段时间 就是提高的一个过程 你要注意了 有些细节问题 然后到了第三阶段 到我们最后冲刺阶段 那就是系统的整理了 我们要在这个第二阶段和第三阶段 要解决一个问题 就是我已经会了 但是我做题的时候 一个原因是 很多条件 我没有反应过来 说明有一些支持点 还是 你是在你掌握的体系里面 它不是系统 不是完整 是零碎的 某些地方 没有系统的去掌握它 所以有些知识点 你没考虑到 这是第一个方面 第二个呢 就是要克服 粗心 原来我是不会做 在第一轮学着手 翻书 然后看答案 然后我就会做了 现在第二个阶段就是 我会做是做 做的答案是不对的 数字是不对的 一 有的条件 没有注意到 有比较老年的 比较经验 有经验的人 那同学呢 他在做的时候 他就想到 这就是因为人家已经 前面已经 经过很多坑 已经掉下去了 已经展见识了 所以或者说 叫展记性了 现在做题的时候 他就能条件反射 要注意哪些因素 所以我们都是一个过程 要多做题目 然后再反馈到 课本上去 所以在这个阶段呢 就是一 我们可能条件 考虑不周到 第二个 甚至我们出现 计算的错误 都有可能 就是马达哈 初心做错误 好了 回到这个题目上面来 说明一下 其实 甲公司买这个债券 再持有两年 就已经到期了 他问的是 从购买到 只有到期时 累计的投资收益 就是未来两年 2023年12月31号 其实就到期了 所以他是2022年 1月1号买的 是不是就2022年 一年 2023年 一年 两年 既然是这样的话 这两年的 累计的投资收益 等于两年的应收利息 我们刚才说了 每一年的投资收益 等于当年的投资收 应收利息 加上当年的利息 调整 摊销数 那么两年加在一起 不就是两年的应收利息吗 120 加上累计的摊销数 累计的摊销数 说白了 就是我们取得时的 利息调整的总的数字 我们取得债券时 这个利息调整的金额 就是在未来持有期间 程序期内 把它分摊到累计里面去 这道题就是两年 两年相加就是138 你不管第一年摊销多少 就像我这写了一个X 我不知道它多少 因为没告诉我实际利率 我不知道是多少 但是第一年摊销的数字是X 我把它取名叫X 然后第二年摊销 你看我这写下去吧 本来像不给你看的 第二年Y 我不知道是多少 我就写Y 那么你投资收益是60加Y 是吧 第一年是60加X 两年的投资收益 那出来了 两个60 120 两个60 120 加上一个X加Y 是不是 X加Y是谁 就是总的利息调整金额 那其实就是这个数字 138 所以我们这个答案是 加上138 258 就出来了 所以它实际上是考我们 有关债权投资 在确认投资收益时 他们之间的关系 利息调整摊销数 和当期的投资收益 他们之间的关系 不是直接就让我们通常的考题 算一算就出来了 或者说写些分路就行 这就让你真的理解这东西 你别说老师这个出题目比较刁钻 我只能告诉你 这是曾经的考题 改变而成的 所以请大家注意一下 那怎么做呢 那其实就是一个第一年的投资收益 60加X 第二年的投资收益 60加Y 两者相加120 再加上X加Y X加Y就是刚才这个利息调整 138 所以250 那就出来了 好了 这是常规做法 那么接下来 我再讲一个最巧妙的办法 没学过会计的人 都有可能会算得出来 这道题 他让我们算贾公司持有这个债券到期时 累计确认投资收益 说白了就是 贾公司买了这个债券 到最后到期了 我总共赚了多少钱 白话是不是这样的 那么我想 你可能刚才做不出来 但是你 我试想一下 或者说你检测一下 你让你们家那一位 并没有学过会计 并没有学注册会计师 你甚至他没有学过会计 你让他做这道题 当然你要把他白话说一下 那就说 讲当时买了这个债券 花了多少钱 1050加上12 然后这两年下来 一年要给多少利息 给5%的利息 债券到期了 要还本付息 是不是 分息付息 到期还本 给我两年利息 加上最后到期本 本多少 本是1200 然后他问 到期时 贾公司持有这个债券 总共赚了多少钱 你把这个题目白话翻译一下 给你们家那位说一下 问让他做一下 这道题 贾公司应该 算多少投资收益 也许他比你还要快 就做出来了 怎么做 一起来看一下 那就是现金流量 我买了个债券 就像你买个股票一样 我买的时候 花了多少钱 然后我卖的时候 我卖出来 我收了多少钱 进来了 差价不就是你赚的钱吗 咱们有的同学还炒房的 买了个房子 当时花了多少钱 七七八八加在一起 总共花了多少 最后我把它卖掉了 我又收回了多少现金 两者相减 现金流的差额 就是你赚的多少钱 那这道题 同样可以这样做 那太简单了 大家想一想 当时我买这个债券 是不是花了1050加上12 这是我的现金流出 流入是多少 我买了债券以后 我的现金流 第一个 两年的利息 一年60万 120 另外一个到期 还有个本金还给我了吧 本金是1200 所以流入减流出的差额 那最通俗的一个做法 差额部分就是你赚的差价 差价就是你的投资收益 结果就出来了 不需要会计的都能做得出来 但是我们已经受会计的局限性 所以做这套题反而可能做不出来 你学过会计 它不是我们刚才会计的给舒服 所以他就在按照他的思维来做 也许比你还要快就做出来了 当然了 有的同学 你单身狗的 咱就不管这事了 好 那么这道题 我们就分析到这 下一题 假公司于2019年1月2号 以3060万元购入当日发行的面值 3000万元的五年期到期还本 年末复息的已公司债券 这道题 单日发行和刚才就不一样了 是不是我们平时做的多的都是单日发行的 所以刚才刚才上面的闹题 你容易做错了 你以为是三年期的 就是因为不细心 该债券面值 票面利率为5% 年时 实际年利率4.28% 这个直接告诉我了 常规的题目 假公司管理层按规定将其分类为 汤鱼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 2021年1月1号 两年以后 假公司变更了其管理债券投资组合的业务模式 其变更符合重分类的要求 因此假公司于2021年1月1号将该债券 从汤鱼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 重分类为 以公云价值计量 且其变动 记住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产 其实这道理考的是金融资产重分类 金融资产重分类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知识点 2021年1月1号 该债券的公元价值为3050万元 不含利息 不考虑其他因素 下令关于假公司该债券投资 初始计量金额和后续计量的表注中 正确的是 A 2021年1月1号将该债券投资 重分类为交易性金融资产 这个是错误的 它是重分类为公云价值计量 且其变动 记住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产 所以A是错误的 应当是其他债券投资 而不是交易性金融资产 B 2019年1月2号 该债券投资的初始 确认金额为3000万元 当时是3060买的 溢价购买的 这个才是他的初始确认金额 而不是面值 所以B也是错的 C 2020年12月31号 该债券投资的汤云成本 为3021.12 这个没办法直接判断对错 需要计算的 待会再说 D假公司将该债券投资 在重分类日应确认 当期损益的金额是28.88 D选项 也不能直接判断这个金额对错 但是有一点可以说的 因为要重分类为谁 其他债券投资 这个差额重分类应当确认的是什么呢 它有个差额是记住其他综合收益 而不是当期损益 所以D选项其实也是错的 你不要关注在金额上 首先这就错了 排除法 C是对的 有人觉得老师这种做法太流氓了 是不是 那我们下面把这个数字算一下 是不是 算一下 A选项错的 B选项错的 我就不说了 直接说C 2019年末 该债券投资的汤云成本是 这样一个式子 这个式子大家应该熟悉 其实是根据借贷分路 借贷的分路算出来的 3060是期初汤云成本 加上3060乘以4.28% 这是投资收益 然后与应收利息 两者之间的差额就是利息调整的部分 贪销额 你画给丁子银账户就出来了 我这写了个提示 如果是分期付期 到期还本债券去购买的话 这个债券的话 再算期末投资收益时 熟练以后你可以这样做 如果不熟练 你就画丁子银账户 我后面还有这样的题目 类似题目 我就画丁子银账户给你看 直观一些 那这个呢 比在熟练的基础上可以这样做 以至期末 以至期初求期末 你套用这个公式 熟练以后可以套用这个公式 不熟练 还是画丁子银账户来算 2019年末 3040.97 那2020年 变成他变成期初了 是不是 同样的方式 算出来 他的期末 汤云成本 3021.12 C是对的 D为什么错的 刚才说了 两者之间差额 扎命 这个算出来以后 其实是为D服务的 如果这套地反过来改成一个多选 那C没有办法去判 这个C你不能直接说判断 就像我刚才那样的 是排除法的 那如果多选的话 可能我还得考虑一下 怎么算 因为C算出来 汤云成本3021.12 也就是此时 它的占面价值 然后提摩告诉我 公员价值3050 两者之间差额是 记住其他综合收益 金额其实没错 但问题是 他说的错了 他说记住单击损 如果说确认为 其他综合收益 那D的说法就是对的了 但是这套地 因为是单选 所以这套地在设计是 C是对的 D是错的 好 那么这道题就分析到这 其实这道题 还是比较繁琐的 尤其是改成多选题 复杂性可能更大一些 下一题 企业发生的下列交易 或实践中 相关快捷处理 将影响发生当年经历转的事 A选项 其他投资方 单番增资 导致因享有 年营企业 其他 年营企业 净资产份额的变动 这个变动的金额 应当是计入资本公期 其他资本公期 对投资企业来说 所以它不影响当期的净利润 不是答案 B将分类为权益工具的金融工具 重分类为金融负债的公民价值 与账面价值差额 这个差额是计入所有的权益的 是计入所有的权益 这实际上是在13章和16章 尤其在16章 详细说这个问题 我们现在是 西提巴了 我们不再单独的事 只是仅仅抹一章 特别像这道题 前前后后都牵涉到 这就是我们为什么多选题 得分比较低的一个原因之一 那就是牵涉到不同的指示点 要全面掌握 每一个选项都要清楚 它不像单选可以排除的 分类为权益工具的金融工具 现在需要重分类为金融负债时 比如它不符合权益工具的定义了 需要重分类为金融负债 那么此时金融负债要按照公允价值助战 同时将权益工具按账面价值节转 两者之间插偶 如果在盖方击入资本攻击 如果在借方首先冲减资本攻击 不足以冲减冲减流程收益 所以涉及到资本攻击 涉及到盈云攻击 未分配利润 合在一起影响的是所有的权益 不影响当期净利润 所以它不是答案 C 以汤云成本计量的金融市场 重分类为公允价值计量 进去变动 进入当期损益的金融市场时 公允价值与原账面价值的差额 这个差额进入哪 进入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我们教材上有这样的例题 汤云成本计量的金融市场 重分类为交易金融市场时 公允价值与原账面价值差额 是进入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影响当年金融润 C 选项 D 自用的房地产 转换为采用公允价值模式 计量的投资性房地产时 公允价值大于原账面价值差额 这个是进入其他综合收益的 原先是非投资性房地产 现在转换为公允价值 计量的投资性房地产 公允价值大于其扎面价值 差额是记住其他综合收益 不是答案 不影响金融润 好了 我们一个问题 我们有的同学这道题做错了 错了没有关系 你要把每一个选项 都要理解 或者说我可能迷迷糊糊的 做也做 对了 C 我很明确 ABD这几个 可能比如说 这个B我不太清楚 有的同学做题目 他只追求 我C做对了 我就过了 这道题就过去了 不是这样的 这道题做完以后 你要把每个选项 知识点都要搞清楚 真正的去理解 或者说 我把这道题的选项 又和其他的知识点 又组合一个多选题出来了 ABCD多选题 假如是个多选题 比如这道题改为多选题 难道的地方也就上去了 那么如果是那样的话 你仍然能够判别 每一个选项的说法对错 那才是真正找到 所以我们要真正去理解它 你甚至非常清楚 如果不清楚 比如这个知识点 B不清楚 我觉得你们对B 可能比较模糊一些 去翻讲义 去翻书 把这个知识点找出来 整理一下 加深印象 这样才是 才有收益 有收获的 否则这个题 做下来意义不太大 因为下一次考一个 B选项 我刚才说了 和再和几个 其他的句子合在一起 几个选项合在一起 拼成一个选择题 可能还不对 那就说明 当初做题 并没有掌握它 好 注意一下学习方法 不是说我做C了 然后我就对了 就过去了 如果B比较模糊 还是要花点时间 就把B再复习一下 下一题 下列有关金融工具 预期信用损失的表述中 说法错误的是 A 企业应当以概率加权平均为基础 对预期信用损失进行伎量 这个说法是正确的 金融资产简直那一节里面提到了 企业在算金融资产的预期信用损失时 它是以概率加权平均计算的 我在基础办科技里面举过这个例子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基础办的讲义 分别以不同情况下的概率 加权求和计算出来的预期信用损失 A选项是正确的 B 企业在确定金融资产或金融负债的实际利率时 应当考虑预期的信用损失 如果你真正掌握了 看到B选项 肯定判断它是说法是错误 因为我们在确定实际利率时 是不需要考虑预期信用损失的 除非企业在确定经性调整的实际利率 既然是性调整的实际利率 此时才考虑预期信用损失 所以B的说法是错误的 是答案 C 企业在计量预期信用损失时 需要考虑的最长的期限 为企业面临信用风险的最长的合同期限 这个说法是对的 我们在科件上没怎么讲 教材上有这句话 和A这句话都在一段文字里面 实际上他说的就是 我们在计量预期信用损失时 是按照整个程序期 整个一个金融资产的 比如说这是个金融资产 最长的合同期限 下面待会给大家补充这个指示点 第一选项 企业将一项以公允价值计量 前期变动进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产 重分类为汤圆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时 不影响其预期信用损失的计量 这个说法是对的 本身也是债券 现在重分类为汤圆成本 也是债券 这两种金融资产 本身都要考虑预期信用损失的 所以它不影响预期信用损失的计量 也就是说当初是其他债权投资 有预期的信用损失 具体的减值 今天重分类为汤圆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时 这个减值依旧在保留在这 只是作为科目的调整 但是这个减值依旧是存在的 所以不影响它的计量 这个我们在基础班课件里面给大家归纳过 大家可以去看了一张很大的表 表格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印象 如果这个选项 其实这道题你做对的 我觉得这道题你做对的概率比较小 即使你做对了 这一块也要复习一下 不是我做个题就刷一个题过去 其实我到后面模考班还会给大家说 比如你们后面做轻松互换四 我给大家一个这样一个说法 包括我曾经我自己考CPA的时候 都是这种感受 这一套试卷三个小时 我三个小时做完以后 花了三个小时做完了 有的同学没有耐心 三个小时读不到的 考场上爸爸的时间更长一点 他自己做你自己做这套试卷的时候 没有点耐心 三个小时不到就刷刷刷 CCB面的就做完了 为什么 说明理由 不写了 我心里清楚 等到考场上就写不出来 然后很快就一套试卷做完了 我现在就假定你三个小时做完了 这已经非常不错的 说明你的自律性还是很强的 做完以后 接着你关心的是什么事情 对答案 是不是 我能考到多少分数 没错 可以这样 对完答案以后 即使你是60分70分 有的同学 OK了 但是我要说明一下 没完 你对完答案以后 然后再复盘 把这套试卷从第一道题到最后一道题 再花时间 尤其是错的地方 再重新每一道题研究一下 包括我刚才说的 每一个选项 虽然就到这道题可能作对的 但是每个选项知识点 我们还要去分析 毕竟我们不是最后在考场上 我们还要为后面准备的 我们现在是自己在练习 考前的练习 所以把这些知识点要深入 去研究它 因此呢 这道试卷 你花三个小时做完以后 可能再花了半个小时 对一下答案 算一下多少分数 那么我告诉你 其实你还需要花三个小时 从我个人的体会啊 因为我说实话 我和大家一样 我曾经说过 我从考初级考中级考CPA 这样一路过来 那么一套试卷做完以后 你还至少还要花三个小时 我有时候都不止的 三个小时把这套试卷 你这套试卷本身做就三个小时 那么你在复盘的时候 我从我个人感受 我三个小时都不够 一点点一点点的去整理 每个题目都再去思考一遍 好了 这是关于一些学习的一些方法 我说明一下 比如像这道题 你这个选项看完以后 你就把有关金融资产减 那个重分了 金融资产重分了那一块 我们画的这张表啊 三种情形 你都要看一下 好 那么这道题 我刚才已经说了 我说这个B啊 B的说法是错误的 因为在确定实际利率时 不需要考虑预期性损失 只有什么情况下才考虑呢 那就是当企业在确定 经营信用调整的实际利率时 我们才考虑预期的信用损失 把这个简直的因素 要考虑进去 接下来 我这一个提示 那就是金融工具 确认和计量准则 第六十条规定 企业应当以概率加权平均为基础 对预期的信用损失进行计量 我们刚才A选项 还有二六十一条规定 在计量预期性损失时 企业需要考虑的 这一场期限为 企业面临信用风险的 这一场的合同期限 是按照合同期限的 这一点呢 不要受我们教材上讲的一个 一个问题的误解 也就是说 我们提书上讲的 什么12个月之内的 按照整 或者说按照整个程序期的 这只是指 我们在这段时间段里面 计算这个损失 而我们在算损失的时候 损失的这个时候 整个最惨的期限 还是按照合同期限 也就是说 是整个一个程序期的 不要把这两个问题呢 混在一起了 所以这个选 C的选项 这个说法是正确的 就是我们刚才 这个C的选项是正确的 好 那这道题因为是单选 B的说法是错误的 好 那下面呢 我们再看本章的第二部分 多选题 第一题 贾公司 2022年1月1号 购入 丙公司 单日安面值 发现的三年期 债券1000万 贾公司根据其 管理该债券的业务模式 和该债券的合同 现金流量特征 将其分类为 汤鱼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 漂命利率6% 与实际利率相同 也就是面值 安面值 实际上是面值购买的 12月31号 持有的该债券的市场价格为 1010万元 不考虑其他因素 下令各项 宽甲公司 对丙公司 债券投资 快捷处理的表述中 正确的有哪些多选 A选项 对丙公司的债券投资 作为债券投资处理 对的 B 对丙公司的债券投资 按照汤鱼成本计量 当然也对了 A和B是一致的 C 对丙公司债券投资 2022年确认投资收益60万 对的 因为是面值购买的 漂命利率等于实际利率 说白了 就是面值购买的 或者说你说实际利率 多少呢 那就是6% 乘以他 60万 也是对的 第一 对丙公司债券投资 2022年12月31日 占面价值为1010万元 1010是他的市场价 而这个债券 应当按照汤鱼成本计量 而不是按照光云价值计量 所以 占面价值1010是错的 应当是汤鱼成本来计量的 其实还是1000 我们这是面值购买的 他没有利息调整 所以他的占面价值 其实还是1000 当然不考虑减值 不考虑其他因素 有减值是另外一回事 那现在其实告诉我市场价值 高于这个面值的 但他不考虑市场价值 所以D的说法是错误的 ABC三个答案 这道题相对来讲还是比较简单的 今年我在准备这个习题方的时候 其实我是难度是有所降低的 因为去年我在习题方包括最后的青春公安寺 同学反应难度太大 那么稍微降低一点 下一题多选 夏令和想中能够作为现金流量套期的 费套期项目有哪一些 现金流量套期 一定要注意 是作为现金流量套期 还是公元价值套期 要区分开来 既然题目问 作为现金流量套期的 有哪一些 A选项 以确认的资产对的 C 以确认的负债也是对的 B 与外汇分险相关的 尚未承诺的确定承诺 尚未确认的确定承诺 如果没有前面与外汇分险相关的 这几个字 确定承诺 应当是属于公元价值套期的 被套期项目 但是要注意 如果是与外汇分险相关的 未确认承诺 这个呢 既可以作为现金流量套期 也可以作为公元价值套期 那选择题呢 这能够作为的 B也算一个 其实就考这一点 第几可能发生的预期教育 这个肯定是的 这个我们在基础方科技里面 每一个都分析过 所以我们这道理的正确答案是 ABC里四个都是 下面给大家归纳一下 也就是作为一个这个知识点的回顾 这个我们在基础方科技里面 给大家归纳过这张表 作为公元价值套期的被套期项目 包括已确认资产 已确认负债 尚未确认的确定承诺 以及上述的项目的组成部分 四个 现金流量套期 包括已确认资产 已确认负债 极可能发生的预期交易 这两个要区分开来 然后上述项目的组成部分 也是四个 但是要注意 如果确定承诺 本来确定承诺 只是公元价值套期 但是如果确定承诺 是对谁 对外汇分险进行套期 既可以作为公元价值套期 也可以作为现金流量套期 需要与企业自己的判断 决定 所以在做选择题的时候 那这个都可以 必是双重的 好 那么这道题分析到这 下一题 下列各项 不应当记录 发生当期损益的由来写 A 回购自身的权益工具 库存股 支付的交易费用 回购自身权益工具 所发生的交易费用 应当记录所有的权益 记录一点是16章所讲的 权益工具 交易费用 影响权益 金融负债 交易费用 影响损益 要把这两者区分开了 A选项 实际上 不应当记录发生当期损益 A是答案的 它是记录所有的权益的 B 采用公允价值计量的投资性房地产 转换为自用房地产时 公允价值大于原账面价值差额 这个B选项 有同学可能会把它选上去的 还是马大汉 因为你做的题目太多的都是非投资性房地产 或者说叫自用的房地产 转换为公允价值计量的投资性房地产 在转换日 公允价值高于其原账面价值差额 是记住其他总额收益 但是 做题目做多了 然后也不看题目 好像题目是用着你自个儿出的 你要看 人家问的是什么 我在编这道题 我故意这样 问的是 原先是公允价值计量的投资性房地产 现在转换为非投资性房地产 我也故意这样写 公允价值大于原账面价值差额 这种情况下 无论是公允价值大于账面价值 还是公允价值小于账面价值差额 一律记入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所以他不是他 他应当记入当机损益 但是有同学是经验主义 做题目不懂脑子的 凭感觉 凭印象 这个是要吃亏的 C 以汤云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 重分类为 以公允价值计量 积极变动 记入其他中国收益的金融资产 公允价值原账面价值差额 这个差额是记入其他中国收益的 因为原先是汤云成本计量 你现在是以公允价值计量 那么这个差额是 击倒其他中国收益 视为 现在是其他债权投资在核算 所以C 不应当记入当期损益 D 发行方分类为金融负债的金融工具 支付的现金股利 我刚才说了一个问题 这是负债 他所支付的现金股利 名义上叫现金股利 实际上是分类为金融负债的 所以他是记入损益的 D 不是答案 所以这道题是A和C 当然也有同学把题目看反而做成B和D 那马达哈呗 没办法 现在一定要改掉这个缺点 下一题 2022年1月1号 甲公司和银行签订保利协议 将一项应收账款一个亿 转让给银行 转让价格为9000万 同时承诺对不超过该应收账款 余额3%的信用损失提供担保 出售之后 甲公司不再保留对该应收账款的管理服务权 根据甲公司以晚的经验 预计该类应收账款的信用损失率为5% 假订甲公司将该应收账款的利率分险等转移给银行 为该应收账款提供担保的工人价值为10万元 截至2022年1月1号 甲公司未就该应收账款机体坏产准备 其实这道题隐含了一些条件 它属于继续涉入的问题 不再保留相关的管理服务权 同时利率分险转移 同时要注意你有信用分险的 你看 你把这个金融资产转移以后 你要承诺担保 3% 3%一成是300万 说明一个问题 另外一点 这提到一个 根据以晚的经验 预计的坏战是5% 我们担保是3% 说明我们不是全额的 它不是全额 如果是全额的 那是我们前面所讲的问题了 所以这一块要注意一下 它是涉及到继续涉入 继续看后面条件 甲林该应收账款没有市场 且以银行没有出售实际能力 甲公司保留了对该组应收账款的全控制 这什么意思呢 其实前面所给的条件是 既没有转移 也没有保留与该金融资产所有权有关的 几乎所有的分线和报纸 但还不能叫继续涉入 还要加后面这个条件 并且甲公司还保留了控制 如果保留了控制 那就是继续涉入 不考虑其他因素 下列有关甲公司 2022年1月1号 转让该应收账款的快捷处也终 说法正确的有哪一些 A选项 确认继续收入资产的金额是300万 这个金额怎么确定呢 要按照该项金融资产占名价值 与担保金额的孰低的金额 担保是多少 3% 300万 担保金额是300万 占名价值一个亿 没有提减值 所以它是一个亿 孰低 继续收入资产300万 A是对的 B 终止确认应收账款一个亿 这个B 终止确认应收账款 这是没有问题的 我们金融资产转移 C 我们要算的 确认金融资产转移损益 这个损益不是一下子 我就能口算 心算算出来的 等一会我们写分路 D 确认继续收入负债的金额是310 310万 这个金额应该怎么算 等于担保的金额300 还有再加上担保的光云价值10万 一方面我担保承担负债 300 另外一方面我还收了人家担保费 我在基础房科技里面讲过 我收了人家担保费 拿了钱要干活 如果我没有干这个活 这笔钱还要还给人家 那么今天我还不知道 我将来怎么样是不是 所以这个10万暂时作为一个负债 我们在基础房科技里面给大家解释过 类似于相当于我预收账款 我先收了钱 后面我履行义务 所以呢这是一个负债 加在一起310 那么D的说法是对的 现在关键就是C了 我们下面一起来写一下 是写一下这个分路吧 写分路之前 我们把刚才的分析也说一下 应收账款本身扎兵价值一个亿 财务担保的金额3% 那就300万 我们应当照金融资产扎兵价值和财务担保 金额两者输低 确认继续收入资产 金额是300万 并同时终止原应收账款 这个应收账款是转移的 当然我们有涉及到继续收入资产 继续收入负债的问题 按照担保的金额300和担保合同的工资 加了10 加在一起 确认负债是310 所谓地质罪的 关键是这个C C我们下面可写一笔分路 假公司将这笔应收账款转让 按照什么价格呢 9000万 在这 一个9000万 借银行存款9000万 同时一方面我把应收账款终止确认 我这个应收账款一个亿没有了 将来不是归我了 但是因为我有承担 有担保 继续收入资产300 然后继续收入负债是310 同时我有承担一个负债 我在基础办科技里面怎么检释这个问题 我把这个营收账款转让给倚了 我们这是一个倚银行 倚银行呢 其实又根据刚才的这个分体调节的分析 需要我们担保3% 对我来说是不是还有一个应用 如果将来有人不还这个钱 那我要300万范围内 这个300万范围内 我得替我的客户 我的下家呀 还给倚银行 因为我担保了300万 300万范围之内 本来是正常的损失率5% 500万 但是我只担保了部分 那么这个300万范围内 如果没有还给倚银行 我们要还给他 对我来说是不是一笔负债 同时呢 我还保留一个下家 你不还给他 我得找你要呀 是不是啊 我替你还给你还钱给你以工 以银行了 那我得向你下家去要 所以下家 我对下家来说 实际上我有个权利 继续收入资产300 这样的理解 另外一个10万 我刚才解释了 因为银行给了我10万块钱 这个10万块钱担保费 实际上就是说 对我这个加利 给我一个红包 让我要经过 把这个事干好 但是你拿钱要干活的 拿人钱要给干活的 是不是啊 所以呢 这10万呢 我先要做到负债里面去 相当于一个预售款 我承担这个义务 将来这活没干好 这10万块钱还给人家 是什么意思 我在技术方科技里面解释过 这个时间关系 我们这儿 不能再一一展开了 C又算是差额1010 所以C呢 他说是1000 那就是错的 实际上刚才这笔分路 我在技术方科技里面也解释过 分拆开来 更好理解 说是给了我9000万 卖给对方 然后给了我9000万 其实说白了 他其实给我的是两笔钱 实际上是转让价值 8990 还有10万元呢 是我的担保费 给我的一个担保费 担保的供应价值 所以对笔分路 我可以分开来写 一个是应收账款的转让 借银行账款 实际上是8990的 待应收账款一个亿 没有坏账 所以差额直接记住投资收益 1010 另外一笔 就是另外一件事 我收入人家钱了 10万块钱 同时 我承担了义务300 所以加起来是310 同时我还拥有一下权利 我向下架承担这个义务 我担保了 我担保了 一旦你还不了 我就要还给银行300万 但是我得还向你要这个300万 所以我既有一个负债 同时我还有一个资产 这叫继续舍入 这样来理解它 好 那所以我们这道题的正确答案是A B 三个 因为C的金额是错误的 下一题 下列可以作为套机工具的金融工具 有哪一些 A 企业自身权益工具 这个我们教材上没有讲到 但是在准则里面 准则里面有这个原文的 所以要注意一下 我在技术方科技里面说了这个知识点 自身的权益工具是不可以作为套机工具的 因为自身的权益工具 它是不按照供应家的计量的 你想想你们单位资产负债表里面 我们已经学过这么多内容了 资产负债表里面 我们所有的权益 是按照供应家的计量吗 它不是的 比如说 甲公司是一家上市公司 发行这个股本是一个亿 股本是一个亿 当初是十块钱发行的 股本是一个亿 还有九块钱呢 寄到资本公积股本一家里面去 那么现在上市以后啊 这个股票炒到二十块钱了 公允价值二十块钱了 那你说我的这个 所有的权益能调到二十吗 不可以 你要作为套机工具的话 实际上要考虑它的公允价值 所以A的说法是错误的 不可以作为套机工具 B以公允价值计量 且其变动计入 当其损益的购入期权 这个是可以的 我们取的一个看涨期权 作为套机工具 锁定风险 可以 C指定为以公允价值计量 且其变动计入 当其损益 且其自身的信用风险的变断 引起公允价值变动 计入其他中国收益的进入负债 有同学连C是什么东西都搞不清楚 什么也有指定 我们只知道 指定为以公允价值计量 其变动计入其他中国收取金融资产 也就是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怎么还有金融负债也是指定 这一点我们教材上讲的并不多 我们在基础方案课件里面给大家补充了 因为它还真是一个重要的考点 其实从2018年金融工具这一张教材出现这一张以来 我在2018年讲课的时候 2019年2020年 仿佛强调这个知识点 其实这个知识点在2018考了 在2019都考了 还是要重视 这部分金融负债来要注意一下 如果是自身信用风险变动而导致的公允价的变动 是应该寄入其他中国收益的 正是因为如此 它并不是把所有的公允价的变动都寄入当机损益 而是把有一部分变动寄到其他中国收益 这个风险敞口是不一致的 因此呢 它不可以作为套起工具的 C不是答案 D以公允价的计量 进行变动 进入当期损益的非延伸金融资产 这个是可以的 那我咱们一个同学说 我怎么知道是可以不可以的 那就是基础方里面给我们讲过的内容 我们今天不可能把每一个 都在反复详细的去讲 就这个C 我在基础方科节里面 大概讲了半个小时 还列了一个 一个推导的一个表出来的 画了一个版书 那下面我们来看一下 企业自身权益工具 不可以作为 因为它不属于企业的 进入资产和进入负债 所以不可以作为套起工具 因为套起工具 主要涉及到进入资产 进入负债 同时它也不是以公允价值计量的 第二 对于指定为以公允价值计量 其变动技术 它既损益 且其自身信用风险变动 引起的公允价值变动技术 其他中国收益的进入负债 同学可能听都听不懂这个 那没办法 这说明你前面基础班 甚至就没有听这个问题 咱们有同学是插班生 插班生的话 你可能在其他老师那儿 没有听到这个问题 那我们这儿仿佛在强调 所以你需要你去补一下这个课 由于他没有将整体公允价值变动技术损益 所以不能指定为套际工具 因为指定为套际工具 它是应当以公允价值来计量的 也就是刚才有同学说 我就不知道 你说地是对的 那就是对的 你说地是错的 那就是错的 因为我根本就不知道这句话 啥意思 这个要去看一下套际工具那一块内容 套际会计 一起来看一下 所谓套际工具 是指企业为进行套际而指定的 其公允价值或限制流量变动 预期可以抵消被套际项目 公允价值或限制流量变动的金融工具 哪些可以作为套际工具呢 三大块 第一 以公允价值计量 进行变动 进入单机损益的延伸工具 比如购入看展期权 第二 刚才是延伸金融工具 下面二是非延伸的 但是一定要注意 前提是以公允价值计量 进行变动 进入单机损益的 非延伸金融资产 或非延伸金融负债 但有一点除外 那就是指定了以公允价值计量 进行变动 进入单机损益 且起自身信用风险 变动是进入 其他综合收益的 这部分金融负债是除外的 为什么呢 因为原因是 这一个提示 并没有将所有整体的 公允价的变动都进入损益 而是有一部分 如果是自身信用风险变动的 引起的公允价的变动 这一部分对应的是 寄到其他综合收益的 其他的变动 都是进入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因为本身 它还是消息性金融负债 如果这个知识点不清楚 还是回到技术办科件 把这一块听一下 接下来一个提示 企业自身权益工具 不属于企业进入资产或者负债 所以不能作为套期工具 第三部分 外汇的套期分 分线套期 主要是针对外汇分线成分 这一块可以指定的 这个看 这个第三点也要注意一下 也是指非延伸金融资产 或者是非延伸金融负债 这一部分 三块 这一块这个指示点 注意一下选择题 下一题 下列有关企业确定 被套期项目的表述中 说法正确的有 A 境外进行净投资 可以被指定为被套期项目 这是可以的 境外进行净投资 B 采用权益法核送的股权投资 可以在公允价值套期中 作为被套期项目 这个说法是错误的 我在基础班科技里面 讲了这个问题 教材上没有 但是基础班科技里面有这个 因为这个权益法核送的 长期股权投资 它并不是以公允价值计量的 非延伸金融资产 它不是公允价值计量 所以不可以 我们前面讲过 作为套期项目的第二点 前提是公允价值计量 其实变动计入单期损益才可以 而长期股权投资 权益法下 长期股权投资 是这样吗 不是的 C 对纳入合并财务报表范围的子公司投资 不能作为被套期项目 这个说法是对的 因为它和刚才道理是一样 不是让公允价值计量的 所以不能作为被套期项目 它的说法是对的 D 对确定承诺的外汇风险进行套期 企业可以将其作为公允价值套期 或现金流量套期 对吗 对的 因为是确定承诺的是什么 外汇风险这一块 它是从不同的角度来分析 既符合不同的角度得到的结论 也可以作为公允价值套期 然后也可以作为现金流量套期 所以我们这道题的正确论是AC第三个选项 好 那么这一节课呢 我们主要讲了一下第13章金融工具的单选和多选题 还是有一点的难度 那么同学们在课下呢 再花点时间再巩固一下 那么这一节课我们就学习到这 我们就学习到这一节课 我们就学习到这一节课